谁是美国的第一夫人呢? 毫无疑问,应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现任妻子梅拉尼亚 然而近日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,也就是第一女儿伊万卡的生母伊万娜站出来声称自己才是第一夫人 图片左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妻子伊万娜 右边则是特朗普的第三任,也是现任妻子梅拉尼亚 现年68岁的伊万娜最近在宣传自己的新书 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专访时直言,她才是第一夫人 47岁的梅拉尼亚立即通过其发言人说 梅拉尼亚已让白宫成为幼子巴伦和总统的家 她喜欢住在华盛顿,并对身为美国第一夫人感到荣耀 她计划利用她的身份来帮助儿童而不是卖书 这位前妻的发言显然没有实质意义,只是为了吸引外界注意的自言自语罢了 伊万娜与特朗普在1977年结婚,婚后育有三个孩子 小特朗普,伊万卡和埃里克 1992年,两人结束了15年的婚姻 随后伊万娜进军商界并出版多本小说 1993年,特朗普与第二任妻子马拉结婚 婚后育有一个女儿蒂芙妮 2005年,特朗普与现任妻子梅拉尼亚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巴伦